下一难就是四圣是禅星了 希望这次不要再出问题了 没过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一座气派的庭院 师父要不我们就在这休息一夜吧 话音刚落门外就出来了一个老妇和三位少女 看见美女的八剑口水直流 老妇开口道 几位大师在这荒郊野外 何不进来赞住一宿 师父 你们就来吧 让小女好好的伺候你们 听见这话我笑咪咪的说道 老太婆你这位置挑的不够好呀 青楼开在这是挣不了钱的 我真想打死这个秃驴 那老妇似笑非笑的说道 圣僧你误会了 我这里可是一处府宅 好吧那我进去坐坐 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一桌饭菜 我毫不客气的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后那老妇说道 圣僧老身这三个女儿已经年龄不小 却依然呆在阁中 所以想请几位圣僧留下 招安为絮共享荣华富贵 可你只有三个女儿 我们师徒四人不够分呀 卧槽 这唐三藏也太他喵得气人了 不过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师父请讲 你只有三个女儿 没办法分 贫僧身为师父 自然要懂得谦让 所以都交给我徒弟了 至于你吗 岁数虽然大点 贫僧也可以将就将就 以后你们这帮人不许叫我师父了 都改口叫我岳父吧 走吧夫人 我带你去逛逛 刚走出门外 离山老母就感觉到了我的修为 你竟然是人先修为 想不到你竟然就是变术 多有冒犯 还请老母见谅 你叫我出来干嘛 稍后请老母看一出好戏 这时孙悟空和沙悟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只剩下八戒和三位女子 我随即就向系统兑换了一瓶 让人产生幻觉的丹药 将它扔了进去 不好 没过一会儿 几人晕头转向 这时八戒骑在他们的背上大声的喊着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